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之下 实际上 资格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嘎鼠牙 apostle, 哈讵 sayin多说, 保固王物, 通过武艺艺塞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为了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生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地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你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当中生起来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尊敬心想要求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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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见有声谈 那么昨天前面的这个颂词当中已经说了 正无空心不一定是断除烦恼 就像是欢思自己所欢变的美女也会生贪心那样 对方是给我们这样提问的 那么我们对她回答 回答的时候就是说 就是欢思 通过自己的技术 就欢变出美女 然后生贪心情有可言的 这个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欢思总的来讲是对整个说者万法 就是说者万法没有正无空心 一般世间的这个欢术士 魔术士这些的话 虽然他能变化出一些千字百态的各种形象的法 但实际上他自己的所谓欢化士对一切说者 就是没有这个正无空心 正因为没有正无空心的原因呢 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啊 烦恼症啊 所知症啊 一起这个袭击涨症啊 等等就是各种障碍呢 没有这个断除 就根本上没有断除 大家也清楚 世间的一般欢化士的话呢 就是从来对这个空心法门都没有闻思过 没有这个修学过 当然没有这个修学空心呢 不可能就是通达这样的空心的教义 如果没有通达的话呢 那这些障碍呢就是不可能断除的 所以说呢 这个欢化士跟我们这个中观派呢 就是不相同的 因为这个欢化士呢 的确也是 对这个空心法门一窍不动的原因呢 甚至他自己所变化出来的这种美女啊 就是也会生贪心 这个原因呢 因为他的空心的这种习气 或者是空心的境界啊 就是太薄弱的原因 就是太薄弱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 经常也是现代一些 这个欢化士呢 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美女呢 不是真正的世间女人 因此呢 就是他也不会产生 就是与他这个结婚啊 或者是生子啊 就是或者与他一起过这种云旧的生活啊 就是这些年度和这些打算都是没有 但是呢 他为什么对他偶尔生贪心的原因呢 就是他对这个空心的这种习气啊 就是非常薄弱的 这也是我们世间当中呢 就是也是这个常见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讲啊 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修行人 真的是把众生呢 就是看着一个幻化那样 就是看着那些幻化的人那样的话呢 那就是他的这个境界呢 就可以说是能断除这些失职 而且呢就是趋入这个殊胜的这种果位 得到这种就行 是大藏的 大藏的这种 那就是香港人大历 就是马苏 就是马苏 的这个众生 甚至是他不来了 就是马苏 你 对 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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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就修空心 必断时有喜 有修无所有 何也断空时 那么这一个宗旨是这样的 有些人可能这样问 因为我们刚才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这样通过空性的执着来断除石油 石油也是一种执着 空性也是执着 然后我们有了空性的执着的时候 空性的执着又换成石油 石油的执着又换成空性 像是大象做木鱼一样 这样翻来覆去就没有任何地压巴 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当然极个别的有些宗派认为是石油的法不合理的空性 空性单作为一种单空 在这种情况下 恐怕有些空性不合理的时候就是石油了 然后石油不合理的时候 空性在这两个位置上换来换去 有这种情况 但实际上真正中观 银层派也好 中观的子众 不会有这些过失的 怎么没有过失呢 首先 我们就在这里所讲的那样 就是修行空性 对外面的一切石油的习气全部都断除 然后石油的自作和无视的自作 有 无 以及耳边和非耳边的所有的这些习论 就是全部都是也应该一个一个的断除 这种断法 其实你只要修空性 然后修空性以后 再不断修持的时候 空性的自作 自然而然会灭尽的 就是以前也有这样的比喻吧 就是两目相应 火起木尽 就是两个木头自然通过摩擦 然后起火 起火以后 这两个木头自然而然烧尽 全部烧尽无业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石油的自作 然后石油的自作没有 然后无视的自作 无视的自作也是逐渐逐渐你去修行大空性的时候 就是把无的自作也没有的 有也只有没有 无的自作也没有 逐渐所有的分别念全部都会断除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大空性 龙猛菩萨在《出世战》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 为断诸分别 所空性甘露 何人知空性 彼也如当舍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为了断除世间当中的 贪嗔自为主的一切烦恼分别念 大致大悲的佛陀给我们宣讲了 如甘露一般的空性法门 任何一个人执着石油的话 一定要断除 最后断除以后 还有一些空的执着的话 那么你有通过观察 或者是修行 把空的执着也一定要断除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先应该会有些油的执着 然后无的执着 无的执着逐渐逐渐也会灭尽的 这是修行的一个道次第 谢谢您 谢谢您的关 recreational 感谢您的 중요 Все 패這一关kin 那就过去吧 拿 medicine 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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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讲所修道的空性其实两方面来讲的 一个是对境 对境不传逆 还有一个就是 心不愿一切法 就是从两方面来阐述的 首先第一个 这个颂词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观察一切万法的时候有没有地势的 所谓的地势是实有的东西 有没有真正存在的 不空的 不灭的 这样的法有没有通过观察呢 我们最后就发现得到 从轮回的诸子平子一直到涅槃的佛陀的 相好庄严之间的一切万法 万事万物的清净和不清净的法都没有一个地势的法 就没有一个地势 也没有一个城市的 没有一个实在的法 现在世间人认为是 世间的有些事物是实有存在的 当然只不过是 这个是现象实有而在人民的密乱面前 认为是实有存在的 实际上这个 实有的存在是没有的 约承论师在《中观如中论》当中说是 世女的儿子自行生在真实和世间当中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一切诸法也是他的自行产生 自行产生在真实义的生意当中和世间的次数当中也绝对不会有的 讲得非常清楚 通过我们等等去观察的话 那么就是世女儿子 不要说是在生意当中 世数当中有没有呢 肯定没有 如果这个实有的法 没有的话 那么无实的法 无实的法 就像我们平时所谓的空性 比如说瓶子是实有的 然后无瓶 针对他这种空性的法 有没有呢 绝对不可能有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空和不空其实是灌带的 如果不空的法没有的话 空法也没有 空法没有的话 不空的法没有 那边没有 那边也是没有的 然后动没有的话 细也不可能 粗没有 细也不可能有的 应该是罗蒙菩萨说的吧 若有不空法 灌印有空法 食物不空法 何代有空法 有这么一句吧 如果有不空的话 灌印有空法 不空的法有的话 应该有空法 但是如果不空的法没有的话 那空法怎么会有呢 是比如说那些人 还没下来呢 整可得了 aka floating下来 Sask事次元炉 proposal了 靠近平之后这是慢慢了的 水边 酒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若是无视法》 《习不诸心前 彼是无一相 无焉罪即灭》 这个颂词也是主要句子 宗观的空性见解非常重要 意思就是说 一旦我们到达一切有视法 就是山河大地 我们平时听到的 看见的 万事万物的这些法也不存在 然后无视的法 包括空性 归毛涂交 一直不存在的这些法 无视法 也都不住在我们的智慧面前 也不住在心前 在这个时候 就是有视无视以外的 有视无视二子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相 在任何法 在我们智慧面前没有 在这个时候已经到达了最极密 最高的一种境界 也就是说 宗观的见解应该到达这样的时候 才算是圆满 究竟 从文字上表示 只有这样来说 除此之外 没办法表示的 我们诸个宗观《般若经》 《般若经》里面也说 就是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就是无可言说的 也是这个个别智慧的这个心境 但是我们三佛人 从文字上表达的话 就是只有这个颂词来说明 但实际上任何人 什么时候提高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才算是真正已经获得了解脱 所以麦彭仁波切把这个颂词 解释为佛地的境界 然后华智仁波切把这个颂词 解释为菩萨地 也就是说 见到的一种境界 不管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已经说明了 我们这个宗观的 最深深的间谍 里面就说明天 解释26化 放在火加力时 vu专ств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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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的一种单空 所以我们自己真正是一些体物的话 那个时候这种境界 刚才《般若经》当中所讲的一样 不可言说的 如果是一个单空的话 没有什么不可言说的 它可以随便说的 因为品质不存在的这部分就叫做单空 这个我们可以说也可以想 不是不可言说的对境 因此大家都一定要知道 一切相都不存在 这种境界是应该在我们所有的 怎么说啊 所有的见解当中是最至高无上的 在这种见解面前 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所谓的佛 智慧 以及我们的涅槃 清净 这些法都是没有的 已经远离了一切戏论 这些其实是我们人的一种戏论 《中论》当中也是说了 若来过虚论 二人生虚论 若来早就已经过了 也就是说超过了一切虚论 但是我们人们 尤其是凡夫人 经常把佛陀当作有侠有摩的 这是没有闻思过的人 当然是你会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所有的这些执着全部要灭掉的话 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要真正要通达 一切诸法根本的这种教义 那你一定要通达这样的意义 这是非常的重要 《法王世间法门》最究竟 最甚深的 就是空性意义 这个空性意义 谁能接触 谁能提问 谁去进行修持的话 那真正是根本断除了 我们相续当中的一切实质的这种习气 如果谁没有认识到 一切万法也不是有的 也不是我的 也不是有自性 也不是有他性 那这样的话 这种人还没有通达真正的佛法的教义 所以龙猛菩萨也说了 就是说 若人见于我 见自行他行 如是再不见 佛法正是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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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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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